今天的汽车保养小教室 我们来个特别的影片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我手上的这个东西 我从小到大 家里一定会有一罐这个东西常备 然后自从我买车过后 我的车上也放了一罐这一个 WD-40 因为我知道 不管是我家里的铁门开关很难或者是去袖 我都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但是除了去袖跟润滑之外 这个 WD-40 还有什么功用 所以今天就会跟大家聊聊这个 WD-40 可以用在哪里 我相信里面有一些功用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第一点就是清理这个大灯 因为我们的大灯有时候会脏 然后你很难去洗干净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 WD-40 喷一下 然后擦干净 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亮度就会变得非常的亮 然后也清洁了很多 然后 WD-40 除了清洁这个大灯之外 它对于去这个大灯的湿气 其实是非常的有效的 这一点相信大家应该不知道吧 接下来就是这个车门这些 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污渍 就是会留下来你很难清的 喷一喷 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常用的 就是在这个门 还有要失控 你汽车的门脚链有时候因为车子久了 本身用来润滑那个油干掉了 所以你的车子在开门的时候会有异应的声音 然后你的车门也很难开关 这个时候如果你喷一点这个蓝灌的 WD-40 下去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且它还有一定程度的防修功能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WD-40 除了可以用在车子上面 你的家里 例如说你家里的铁花生锈了 用这个可以去修 然后你家里的铁门开关不顺畅 用这个可以让它恢复顺畅 甚至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把这个 WD-40 当成 DIAWAS 来用 它确实可以让轮胎变得更更滑 但是千万记得 WD-40 不可以直接喷在你的这个轮壳 还有轮胎上面 至于要怎么用呢 准备一块抹布 喷上去 然后 进行这个涂抹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 它是真的有这个 DIAWAS 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铁 rim 其实生锈已经非常严重了 可是我把这个蓝罐的 WD-40 喷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铁锈被冲掉 如果讲你喷一次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的话 你连续使用几次 那么它就可以给到你一个更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想为你的这个 Brake System 进行清理 但是这个蓝罐的 WD-40 又做不到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 让我们有请 DIA 老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 当然不能拿来 碰 Brake 因为 有 Special Kit 的嘛 当然就是这个 WD-40 Special Least Brake Part Cleaner 这个才是拿来洗 Brake的 专门 Design for Brake System 的 对 更安全 而且更好用 我先来跟你讲一下它的 用处 怎样用 OK 走 我们跳去下一个片段 看一下怎样用的东西 Go 你怎么 我觉得跳了会有 effect 转去下一个场景 转去下一个场景 你怎么换 DIA 啊 你以为在搭电啊 自己换啦 OK OK 我们下一个场景 OK 现在我们就拆开 DIA 来喷给你们看 其实 你不用拆 DIA 是可以的 就是你透过 RIM 的缝隙啊 就是找一只洞 穿进去这样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诶 杆杆跟它喷 这个 WD-40 Brake Cleaner 很简单使用 你只需要一直碰在这个 BRAKE Caliper 还有这个Disk 盘上面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它干的速度是很快的 只需要几秒而已 所以 不用担心它会残留在你的BRAKE 盘上面 而且它的这个去脏能力啊真的是很强 在这个CLEANER干了之后你可以明显看到你的刹车盘啊 闪闪发量 那我们为什么要 清洗这个刹车盘 是因为你在BRAKE 的时候啊 这个 BRAKE BAD 刹车片会产生一些粉尘 这个粉尘不只是会弄到你的RIM 还有你的Disk 盘肮脏 其实还会影响到你的这个 BRAKE A PERFORMAN 所以这个你碰了CLEANER过后啊你不只是可以 清掉它的这些粉尘而且 你还可以给你的这个刹车性能 不会被影响到甚至 有得到优化 而且这些灰尘啊 粉尘啊 也会损害你的刹车盘 所以得空清洗一下 刹车性能有保障而且你的刹车卡钱 还有刹车盘的寿命也会提高 其实WD40真的是一个已经踏入我们 每一家每一户的产品 而且它现在它的产品现在也非常的丰富 像我手上这个 Silicon 的保护剂 例如说你车的边框的塑胶 都可以用这个来保养 然后我这个皮带保养剂 你只要喷在这个冷气的皮带或者是其他的皮带上面 它就可以提高这个皮带的周面 然后还可以保养它 对有时候就是啊 你开始车你的引擎是不是有那种 叽叽叽啊 就可能是Aircon Belt还是Engine Belt 响 你喷一下就安静掉了 这个WD40的这个automotive系列 对于一些喜欢DIY的朋友来说会很实用 因为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清洁还有保养的效率很高 另外因为接下来有很多节日 好像这个月有圣诞节 下个月是华人新年 所以很多人应该会趁这个时候出圆门或者是芭蕾干凤 在出门前你使用一下这个WD40的系列 来为车子进行保养 好像清理一下这个brake 这个对于驾驶者来说 出门前花一个几分钟清洁下你的brake 就可以保证你有一个更安全的道路旅程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动作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的level高点像这个Daya老这样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把这个Trotal Body拆出来 用这个Trotal Body的清洁去清洗 对 其实你吸了Trotal Body有很多好处 就是省油 然后你的力也更加 所以你会肮脏 这个进气口嘛 你洗干净了后车有力又省油 重点是干净也保护到你engin 就这个很方便的 OK啦讲完了正题 现在有一个好康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现在你上这个Auto Toyota 购买这一个 WD40的产品的话 你可以享有特别的价格 而且你买两罐以上 喜马地区包油 另外 你还可以享有 这一个赠品 还有这一个赠品 如果大家心动的话 记得 赶快哦 去Auto Toyota卖 你就可以买到这个 万能的 WD40 对 真的是很方便又很好用 DIY最好 另外 WD40为了让这一个消费者可以 更方便的使用的产品 他们推出了一个 新的S Series 就是这个 其实它还是WD40 可是它可以折 你看啊 360度50脚 其实就是给你去那种 缝隙啊 还是比较窄啊 你手进不到啊 你稍微折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下就进到去了 很小 所以 方便 嗯这个真的蛮好用的 你看看你要怎样折都可以 是 喂你怎么也折到这样歪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影片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敢敢在下面留言 留言留言 有什么问题问我们 我们会回答你的 嗯 好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这里面 嗯 诺哥哥 什么东西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